我昨天晚上才刚看完 自己看了也觉得 没有感觉 真的眼火了王董 今日黄仲坤在影后中 是演乡请规则女明星的大老板 演技再次受到瞩目 而他儿子黄远 出席身轨战士二手营会师 也说出身为资深演员的新生 未来还会有机会 什么事情做回你 当然因为我们都是职业 然后演员也是想要 不要说任何比赛的性质 要不然的话 其实我觉得这个情境上面 有点是退休 退休的原因 现在掌握演技能力 叫我演技十字 好像到这个年纪以后 我们台湾人的编剧人 都写到这个人 这个年纪的演员身上 都说都是演技十字 对 所以希望陪众出一位 但是你最想要爱我陪众 我都想 就是不要指败私自质 对的 因为他还好吗 你还好陪众 你还好陪众 我昨天晚上才刚看完 所以你看了 也觉得没有感觉 没有感觉到 所以也真的有看过爸爸 就是这么有趣的一面吗 有啊 他跟我的朋友相处 都很有趣 跟我反而比较野素一点 跟你一起跳音浪之类的 不得 我们音乐部 他是会自己跳的 因为我也有带爸爸录影 录影过你知道吗 因为我们会带音响 然后大家唱歌啊 对 很烂 那仲坤兄自己 有一阵角色现在这么红 自己心里会觉得怎么样 就觉得很开心 因为不用演诗剧角色 演完动 对对对 当然因为我 其实我都比较倾向于拍一些 比较阳刚一点的角色的味道 那只是机会不多 希望台湾也慢慢可以多一些 我这个年纪 就是已经拿到敬老卡的人 还是可以拍一些阳刚的戏 不要只拍私自的戏这样 我選了那些会 ن also 早送了crazy univers红柳 北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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